關於這個virus你會發現它可能隱藏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重要的事實 它們不會把焦點放在那邊 那其實我們的生命只有兩個聲音 一個是跟隨的 是love the real guidance the truth only the truth can set us free 或是一個要把你帶去屠宰場的另外一個方向 那基本上它如何讓我們經過屠宰場 就是把我們電子化 所謂的電子化就是把我們電漿化 基本上5G它原來是掃瞄這個軍事基地用的 那這一片可能會被拉掉 這一片可能會被拉掉 因為我把5G只要跟這個virus放在一起講的話 這種就會被拉掉 所以在被拉掉之前我先 先談一下 重要的訊息 食物我們吃的東西它就是訊息 我們人來這個世界上需要交流 需要吃食物 你如果再加quarantine了 再加封鎖自己 像我封鎖自己了大概30天 30天你會發現你的身體可能會開始起一些狀況 而當這些狀況你會發現說原來解藥就在大自然裡 解藥在大自然裡 像我皮膚我才講完說近期 大家會有皮膚上面的皮膚過敏各方面的 我後來發現這種皮膚過敏其實是因為我們的能量 從表面出來 那表面有一些東西它不屬於我們的 它會從表面代謝出去 代謝出去等於是我們把部分的一些能量給予這個地球其他的生命 給予這個地球其他的生命的時候呢 你要幹嘛啦 你想幹嘛啦 你想幹什麼啦 給予這個地球其他生命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消化的過程 一個消化的過程 那在它消化的過程呢 有分很多種很多種形態 我們可以把能量補回來 吃東西只佔10% 還有一個來自陽光 來自水 來自空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來自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你如果在一個有毒害的一個環境 意識上面的毒害 比如說大家都在霸凌你的狀態 你久而久之你會發現你的身體像是鎖住了 這是什麼 其實你每一次出去都是一場交流 而這個交流如果你對大家微笑 你用愛對待大家 而大家用一個負面的方式 久而久之告訴你你不好 你很差 你很爛 你比我差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說一些莫須有的東西 久而久之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身體會帶著這一些 它們的那種負面丟出來的東西 這些都會卡在我們的深層的肌肉層 筋膜層裡面 簡單稱為淤沙 簡單稱為淤沙 因此中國有人在說拍沙或是刮沙 這是其中一個方式 中國到家講養生練身體 也是一個方式 打打太極全去大自然裡 這是最根本的方式 也就是什麼我們需要大自然 我們需要大自然 而現在所有的新聞媒體 它並沒有告訴我們說 怎麼樣子用大自然來養自己 反正說你待在家裡 待在家裡不要跟人家交流 那其實短期看起來好像 好像目前是這樣對待病毒的方式 可是它有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 被掩蓋住了 第一 今天總算美國有發佈 台灣也有發佈 什麼時候病毒會傳染人 在他發現病真的前兩天 前兩天 也就是說這個人 就算他現在突然得到 他並不會因此就傳染給別人 中間這個過程他missing 而也有非常多的案子 比如說這個人有生病 這個人是代員 但是在整間房子裡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會發病 可能有一陣子有一些人 他莫名其妙他就免疫了 這個是missing part 新聞跟各個不想要讓你知道的 這個才是我們要聽的 如何免疫 如何擁有健康的免疫系統 如何擁有健康的意識 以及我們是否能夠覺知到 自己的身體現在缺乏了什麼 因為當我們能夠意識到 自己缺乏什麼的時候 我們去吸收正確的東西 這個東西不是只是來自於食物 還來自於大自然 因為當我開始皮膚 比如說我今天皮膚 有開始冬季乾冬季癢的時候 我剛剛一出門 在太陽底下打了一下太極拳 人來人往 我立刻可以感覺到 我身體裡面的那種 魚跟之前的這個不流動 一個能量 它只要不流動 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 它都不好 它會形成組織 組織久了就會消亡 消亡之後 它就會從你身體裡面 最弱的那個脈輪 或是那個虛位 那個部位 心肝脾肺 甚至任何一個地方 就會開始腦也是其中一個 腦也是一個 所以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 會從腦開始 因為現在很多人 腦子都不正常 都不健康 吸收錯誤的資訊 過分 過量的錯誤的資訊 因此當我們開始 懂得怎麼樣子給予乾淨的能量 要懂得給 以及接收乾淨的能量 這些能量它絕大部分 90%不會來自人 是來自大自然 神造我們 因此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神也造大自然 這是一樣的事情 因此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 是密不可分的 整個地球把它看成是一個細胞 大概就理解我在說的意思 我們每一個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都會影響到其他人的生命 而當冰川它在融化 而當很多地方氣候在遷徙 病毒它基本上本來就會產生 而今天一開始我講過 Meditation五次看了全部是天災 中間當然會有人 因為這個病毒也可以被人造 但是這個病毒它可以被人造 並不代表它的起源是人造的 當我們在把指頭在指著 今天是美國的問題 現在是中國大陸的問題 今天甚至美國還說 WHO還說 是台灣的問題 或是在嫁禍 在嫁禍這樣子的行為的時候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不清楚 真正的事實 我們要放的焦點是哪裡 是大家面對這個共同的一個 自然界發生 我們不要把它當敵人看 這個事實 就是這個病毒 它現在發生了 我們應該多方怎麼樣去看 怎麼樣去找到Solution Become one of the solution 把自己變成其中一個解決之道 而不是製造問題的人 一個人在一個恐懼 在互相攻擊 在指著指 拿著你的指都指 是這個人的錯 是那個人的錯 這個人比我差 那個人比我差 那個人有靈性傲慢 這個人怎麼樣的時候 你在製造一些 你在把一些負面的東西 負面的東西丟出去 那人家可以不要收啊 那這個東西當你自己 自己是怎麼樣的時候 你就吸引來什麼樣的東西 因此從頭到尾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做自己 因為每個人都是這個整塊 曼德拉地圖的其中一塊 We are part of the puzzle Everyone is unique 我們身為人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份改變的能力 只是我們人都錯用了這個能力 我們現在都把這個焦點放在 怎麼樣讓自己好 怎麼樣讓自己自己而有錢 都是自私的 都是自私的 那因此 當太多這樣的人的時候 大自然他自然而然會失衡 當他失衡的時候 俊從和俊從之間的天徙 自然而然就會 他會需要佔地盤 他會需要佔地盤 那第一個一定是拿 最失衡的某一個物種來 是會做平衡 就是人類 基本上用激進的手法 我們We can't play God 我們不能扮演神的 我們不能說歼滅人類 不是這樣的 好 恐恐開始痛 這個病毒 它會這樣子慢慢下來 當然到這邊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了 你到這邊之前 我們要開始做一些 做一些自然的這個 第一個曬太陽陽光 因為沒有人可以對陽光加工 沒有人可以對陽光加工 第二個吃健康的食物 健康 然後有機的 所謂的有機的 C的 油 油很重要 油在子裡面 子 種子是生命的延續 因此這片地 什麼地方 它是否有種子的植物 直接照射陽光的生命體 人的所有的味覺 嗅覺 所有的東西我們都要使用它 我們有酸甜苦辣心 酸甜苦辣心 各種各種味道 鹹 而這些東西很特別的 鹹是很特別獨立出來的一個 因為它在海水中 海水中 那 這些食物 這些的食物 當我們吃進去的時候 它其實會 從事的訓練 我們開啟 我們本來就有的 那個部分的味蕾 它會銜接到我們身體 其他的部位 因此我們說 身體有其他的什麼顏色 哪一個脈 什麼顏色 我們吃什麼東西 Bitter seed 我不知道這個中文要怎麼講 苦茶 苦茶 苦茶子嗎 應該不是自己去查 Bitter seed 它就是其中一個 因為我們人不能一直吃甜的 甜使你吃一口進去 這是我自己的生命經歷 去看我的這個甜食的糖的秘密 我有在講 甜加工的精緻的 這種 或是甚至是那些 就是所謂的單糖 它可以快速分解成糖的 我們身體其實 其實沒有辦法這樣子的吸收 而且它會降低 直接降低我們的免疫系統 我們需要吃一點苦 來平衡它 再來 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 還有很特別的東西 西瓜 西瓜籽油 這些東西 當你的油平衡的時候 你的水會平衡 我們時常吃太多加工的油 這種油都是工業油 一些不好的油 而當我們這些油吃得不好的時候 水它就會失衡 而水在失衡的時候 空氣其實就是水的另外一個形態 空氣它就是水的另外一個形態 而水它會形成我們的意識 如果這些東西我們的意識是toxin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身體會缺光 缺光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 我們就會 有點像是 惡性循環 我們就會去吃不好的食物 就會對待人也不太好 因為你想法不健康 你的想法是缺光 你活在一些害怕恐懼 以及被奴役 以及奴役人 控制人被控制人 私的都某症候群的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的 就會一直在那個惡性循環 那我們一直在練習讓自己變成機器人 練習讓自己變成一個仇恨者 練習讓自己變成一個 一個索取者 一個黑洞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這樣的能量是被target的 被target怎麼樣呢 因為人在負面的情緒的時候 免疫系統會下降 免疫系統會下降 那當然這個病毒就比較容易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產生菌蟲和菌蟲之間的打仗 而它一打仗的時候 我們的中立菌蟲就會開始攻打 我們不知道的菌蟲 那如果你本身 你要是很失衡的方式 只用一貫的態度 你沒有辦法接受人家的想法 你沒有辦法接受人家的宗教 人家的戀愛觀 人家是否戴口罩 人家是否生病 人家是否是荒種人 人家是否是 是否是你的立場 是否是有錢人 太多東西了 當我們把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東西都貼上 這個是好這個是不好 這個東西是好這個是不好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自然而然 處於一個失衡的狀態 而這個失衡的狀態 會導致我們一樣的惡性循環 我們會去吃不好的食物 我們不接觸陽光 我們與人就會為惡 我常常在講與人為善 這是最根本的道理 再來有一個我一直沒有講 不要幸災樂禍 在我的視頻裡面 就算有人把我當敵人 就算有人恨我 這個人當他不好的時候 我不會開心 我不會開心 好 那麼 我沒有探望 有一种人他会莫名其妙的生病 这种叫做幸灾乐祸 我不会生病 人家生不生病 不管我死活的这种人 因为当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跟全人为为一体 我们还没有办法针对集体的状态 去提供一个完整的自己 你要能够提供完整的自己 你必须要能够recognize 要能够realize 要能够意识到周遭的存在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意识到周遭的存在 周遭的being we can be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周遭的存在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不可能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以及选择 问题有的时候要针对问题解决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而当我们连问题都没有办法识别的时候 或是没有办法识别真假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到我们失焦模糊焦点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重点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重点 自然而然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再给 这是空能量 收的也是空能量 你的身体不打开 自然而然那个地方淤色 淤色不通缺光 它自然而然就会有 不见的是那个病毒进驻 其他的也会在那边容易 相辅相成的 真地盘再来免疫系统起来 就生病了 还有一个 这个现在医学没有在讲的 没有在讲什么 重点 重点是什么 哪些人免疫了 这些免疫的 他没有什么样的特质 他没有什么样的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解药答案再大自然里 而现在主流医学没有这样跟你讲啊 他说你就在家 就不要跟人家相处 不要跟人家沟通 那就是只经过这个电子仪器 出了什么问题的电子仪器 电子仪器现在是5G 它夹带大量的空能量 你看的讯息十条里面有九条 是杂讯 而现在人如果又没有分辨力 又没有遇过坏人 也没有真正的爱过一个人 也没有真正的给予过 完全纯净的能量的时候 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就真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其实都是全席的一份子 一份子的时候就表示 我们只能说出自己的故事 我不是穿在人家的鞋子里 所以我从来不批判其他的宗教 或其他人的做法 其他人的 可是基本上 我们 我自己的生命经历 我也只能说 我不是完美的 我可能会犯错 我可能会有时候讲错一个字 或是那个字 我是这个意思 可是集体的认为是那个意思 那我之后呢 我一定会做一个修正 我之后呢 我一定会说 对不起 这个东西 我前一个我讲错 所以呢 请高度注意 那我前一个讲错 我现在修正成这个字 我这个我一直都在做 一直都在做 在我的YouTube 在我的脸书上面 都有在做 那现在我们除了 与人为善之外 因为当你与人为善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打开的 当它打开 能够呼吸 能够吸进 我们的身体 还会有体呼吸的功能 我们的水 不同的水 带有不同的意识 不同的地方 带有不同的 这个对水 都会有不同的 空气 也会有不同的影响 健康的状态 应该人跟其他生命 都是一样 能够迁徙的状态 而不是被关在 那个地方的状态 那今天你必须要讲出来 必须要讲出 你生命中所经历的事实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协助 一部分的 大家的意识上面 以及反应上面的一些提升 我的视频 我从来不在乎人家 觉得我 你觉得我讲的话 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我从来不在乎 我只是在分享 我真实的经历 我真实的事实 因此 如果 你看我的视频 你如果还在 想着说 吃肉是对的 吃素是错的 你如果还在想说 这个人强 那个弱 那对不起 请把我取消订阅 因为你不适合 你也听不懂 因为你真的 这个经历 真的太远了 太遥远了 我们必须从 真的从基本 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 再回头 再讲基本的东西 因为今天会造成 很多人 他们看了很多杂讯 我从来没有丢杂讯 这不是我造成的 我们必须要学会 为自己出生 因为当你不为自己 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被其他的声音 杂讯 乱七八糟的东西 慢慢的会被淹没掉 今天是2020的 4月吧 4月的20号 4月 4月的20日 4月份 9月 2月 1月 2月 2月 感谢观看